你不要不拆我們的時間 你在這裡的東西拿出來 這樣啦 不然我們現在開始要敲了 貨車被警方攔截 車上三人故作鎮定 但敏感的員警 早就發現不對勁 好啦 你看 你前身車底有幾條嗎 嚇到嗎 嚇到嗎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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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到什麼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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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駕駛是毒品通緝犯 另外兩名乘客有毒品前科 按照常理推斷 車上也應該放有毒品 開始搜索 椅子的夾縫 然後後來被塞進去 其實他們剛剛也有充足的時間 丟在路邊 就在遠景東翻洗澡的時候 三個人神情自若 以為找不到毒品就沒事了 警察看看三人的打扮穿著 發現異狀 你在嚇到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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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要來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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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裡 怎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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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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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缺水 沒下雨好一陣子了 這天被攔截的時候也是個大晴天 偏偏這位老兄穿著雨鞋 行徑怪異讓圓景起疑 脫下鞋子看看果然大有玄機 針筒藏在鞋管裡 毒品藏在襪子裡 以為天衣無縫 令其脫下雨鞋的時候有 查獲到三支注射針筒 警方還是非常的懷疑令其脫下襪子 終究在襪子裡面還是發現到海洛因 台中警方擴大零檢取利酒駕 發現這輛傷型車忽快忽慢 上淺藍茶意外逮到 毒品空氣飯 儘管嫌犯公稱他曾經擔任下水道清潔工 工作的時候經常需要穿著雨鞋 不過這一天沒有上工也沒下雨 雨鞋還是穿得緊緊的 反倒引起警方注意要求脫鞋檢查 果然毒品藏在鞋襪裡 全部移送法辦 記者林元斌在台中的綜合報導